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陷入危机 两人却理不清头绪 婚条尾参与调解 能否换回遗失的感情 读不懂的妻子 小区大事即将播出 不能同意 不可思议的那种 眼前正在调解室里与调解员沟通的 是一对90后的小夫妻 2021年5月 两人曾前往长兴县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他们当时在婚登处窗口那边是申请离婚 但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的意愿不是特别的坚决 他的希望就是说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然后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后工作人员听到他们在一个诉求 就是把他们引导到我们婚条委过来 在长兴县婚姻家庭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帮助下 徐明和张丹暂时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感情肯定是有的 包括他也应该是有的 你呢 我肯定也有 虽然当时小两口互相都认为 彼此还有感情 没有离婚 可是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两个人的生活依旧不和谐 可能说他的主意比较多 或者说想法比较多 这也是导致我就是说 什么事情都要像他说的管他怎么样 我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就我觉得他不理解我的需求 就是他这个 他觉得我的需求都是那种 很奇怪的需求 他可能觉得冷暴力挺有用的 他反正不理我过火 我可能自己好了 但好不了 夫妻二人大声争吵的时候不多 更多的是 两个人意见不合之后的沉默 妻子张丹也不理解 明明两个人几乎不会大声吵架 可是日子怎么就是过着很不舒服呢 无奈之下 他们再一次找到婚条委主任郑刚 想让郑主任帮忙分析一下 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长兴县婚姻家庭纠纷 人民调节委员会简称婚条委 有了婚条委以后 长兴县夫妻离婚程序上发生了变化 申请离婚登记的夫妻 必须先到婚条委 接受离婚协议书的合法性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 调解人员要充分了解 申请离婚登记的夫妻是否自愿 财产分割是否合法等事项 然后介入给夫妻双方 分别做调解工作 有何好可能的尽量劝贺 徐明和张丹 就是在婚条委的调解下 才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可回家之后 遇到问题还是无法交流 日子就像一潭死水 两个人的感情无法流动 尤其是丈夫徐明 特别不能理解自己现在 这个想法很多的妻子 他告诉调解员 妻子与刚结婚的时候 简直是判若两人 到底两个人之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 他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张丹又是什么样子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提起过去 徐明和张丹都承认 两个人经历了一段美好 且刻骨铭心的爱情 2013年 相识于网络的徐明和张丹 一见钟情 其实我从有喜欢的人开始 喜欢的一直差不多就这类型 就长得白白净净的 然后瘦瘦的 就喜欢这类型 我觉得也挺好的 然后他可能觉得我也挺好的 然后后来两个人们就 这样就联系上来 张丹在老家的镇上 开了一家童装店 同时也经营着一家网店 那时候徐明一有空 就过去看他 我那时候开店开很晚 然后我跟他讲那夏天 然后我跟他讲想吃葡萄了 然后他就说他家冰箱里有 然后就给我拿来了 两个人在一起后 开始计划起了未来 他们决定一起去长兴县城打拼 张丹关掉了镇上的店铺 在县城里做起了电商 反正他也没钱我也没钱 没日没夜的干活那样 挺累的 很辛苦就是 在县城待了一段时间后 徐明还是没找到工作 正好张丹的电商做得不错 很缺人手 于是张丹提议 让徐明帮助自己一起做网店 他从八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差不多 然后我的话 他就把我的活给干了嘛 那我就不做我干活了 那时候徐明的责任和担当 让张丹对这个男人 产生了足够的信赖 张丹觉得特别充实 两个人目标一致 都想好好工作 多多赚钱 这样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 为了攒钱 张丹甚至连一串葡萄 都舍不得买 他买一串葡萄 然后我看着挺贵的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他把它拿过去 我就把它放回来 然后他把它拿过去 我就把它放回来 然后就最后也没买 然后就生气了 张丹特别节约 他一心憧憬着 将来能和徐明有个自己的小家 为了买房 他绝不乱花一分钱 我记得那时候吃最多的 就那个米饭 把它煮一下 然后咸鸭蛋 然后晚上两个人就吃一点 就睡觉了 因为有点饿嘛 然后有时候就可能 嗯 就怎么说到过去 就自己情绪突然间有点 有点难过呢 还是怎么样的感受呢 因为那时候 确实比较辛苦 但是辛苦是他陪你一起过来的呀 就想到以前的事情 我还就觉得 回想起那些一起吃苦的日子 张丹眼里 潜满了泪水 觉得那时候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啊 虽然日子过得苦 但那时候的小张和小徐 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银行卡里的数字不断增多 是他们奋斗的动力 终于经过两年的打拼 2015年 徐明和张丹在县城 首付买了一套房子 冬年 他们结婚了 一到两年的时候 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工作上的想法多一点 就是说那工作的想法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工作 弄得更好 那想法多 那我们觉得可以那就做 不可以我们就不做 对吧 那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2016年 徐明和张丹的儿子出生了 孩子的到来 让他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妻子张丹的重心 更多地放在了孩子身上 这对90后的小两口的创业故事 挺励志的 他们白手起家 没日没夜的工作 张丹告诉记者 当时他们俩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攒了二三十万元 攒够了房子的首付 2016年 两个人的生意越来越稳定 孩子也出生了 生活工作都没什么分歧 明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丹却成了徐明口中 爱折腾的人了呢 妻子不安现状 爱折腾 背后究竟有何心结 反正就鬼死神灾 就觉得 他开车不是应该有风啊 什么的声音吗 对吧 不许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我就给他打视频电话 他没接 忠诚协议 房产过户 夫妻之间信任 怎样一点点崩塌 写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非常气愤 我正互相不信任 写这个东西干什么 读不懂的妻子 小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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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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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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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张丹爱折腾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被问到自己有多爱丈夫 她的三岁那年说起 她没接 她没接 然后可能就怀疑她边上是不是有人啊什么的 张丹听出了电话那头的丈夫撒了谎 很快 丈夫对她坦言正是因为这通电话 当时还是对她感情挺深的呀 然后又有家庭啊 虽然难受 但是深爱着徐明的她想通过自己的不追问 不深究 慢慢让自己消化掉这次的创伤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她连这个实话都可以跟我讲 她是不是就根本就不在意我怎么想这件事情 之后的每一天 看着跟没事人一样的丈夫 张丹心里越来越不平衡 张丹觉得 丈夫就不是一个承认错误该有的姿态 对于这件事情的后续 她也没有说就表现得特别体贴啊什么的 就是我谈到这件事情 她都会生气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张丹开始折腾事业 可是事业的屡次失败 让两个人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就随着那种三五天就必得吵一会儿 然后不吵不行的那种 我又会觉得她不理智 无力取闹在那边 然后就吵架 在徐明看来 妻子的折腾纯粹是自己无端承受的烦恼 此时的徐明特别想找人倾诉 就加加异性朋友 然后聊聊天 就说我们把自己的苦闷诉说一下 2020年年底 在和朋友闲聊中 张丹得知现在流行很多交友软件 于是她决定检查一下丈夫的手机 吵架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我就在拿她的手机把那些软件全部下载一遍 四五个软件吧 然后发现那些软件它都有注册 然后那个上面有 它有一个就是密友嘛 可能经常聊啊还是什么的 然后又是同城的密友 成年人的世界总会有很多故事 徐明手机里的同城密友 让张丹不敢继续往下猜 她也跟我解释了 只是聊聊天 但是我其实从 我不想去深究 但是在心里还是 就这个事情也没有说完全地过去 本身就没安全感 然后的话呢 我又有跟别人瞎聊天 她也看到了 然后呢 就更没安全感了 然后从那之后呢 反正就说平安吵架 这件事让张丹很受伤 她提出了离婚 可是自认清白的徐明并不想就此放弃婚姻 最后张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她要求丈夫跟自己签署一份忠诚协议 并且把新买的别墅通过公证过护到自己名下 就觉得这个人极度不可信 然后就信任感一下子没了 其实从上一次她要去那个什么之后 也就信任感 差不多就没了 然后我就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是挺在意钱的吧 可能 我就说我要去跟她公证 把那个房子公证到我名下 然后她也同意了 然后虽然说过程不愉快 但是那个房子还在我坚持下 还是过到我名下了 写的时候我当时也是非常气愤 这互相不信任写这个东西干什么 那不写她跟你吵闹 她跟你非逼 她你不写就离婚 为了挽救婚姻 徐明答应了妻子 在她看来并不合理的要求 可徐明没想到 公证之后没出半个月 在2021年1月 张丹又有了新要求 让我就是工作交接一下 一天之内 让我把她所有的事情交接给她 好在2021年春节前 经过双方家长的调节 张丹最后做出了让步 已经过户到张丹名下的别墅 又写到了两个人的名下 电商的业务也继续由徐明管理 有一个核心问题 他们对对方的信任 正在大幅度的下降 虽然在家长的调解下 小两口回到了原来的工作生活模式 但是张丹对丈夫的怀疑 与日俱增 原本融洽的夫妻关系 在两次疑似丈夫出轨之后 分崩离析 张丹不追问 不深究 是因为他心里还爱着 可是伤心和猜忌 也在心里翻江倒海 两个人的心结 从2019年到现在 就没打开过 只是因为还有感情 所以没有走到离婚那一步 现在张丹这三年 不断折腾的原因也找到了 第一次丈夫险些出轨 她是折腾事业 第二次发现丈夫 有女性同称密友之后 开始不想在家待着 更想给自己折腾一个 能独处的小院 但是妻子的所有行为 丈夫徐明根本不明白为什么 不管怎样家还在 两个人也都在维持 并且试图挽救这段婚姻 可是就在2021年5月 徐明和张丹一起去了 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 他们两个之间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了挽救婚姻 2021年4月起 张丹提出全家出国生活 抛开现在的一切 换个环境 重新开始 就交友软件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但是就是这个人 在我这边的信任感 已经全部没有了 然后我对他的好感 已经全部没有了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换一个环境 它会有所改变 对于妻子提出的 出国长期居住的想法 徐明坚决反对 他理智地列出了很多 不能出国的理由 第一个我说就问他 你了解好了没有去国外 那国外的话 去的话一年我们费用是多少 然后出去的话 我们是就边干活 小孩边读书 他说我们不干活 就成熟在那边 就是相当于是度假的形式 那去国外的话 我首先我也跟他讲 一个我讲话也不太会 就是说语言 另外一个去国外 我说因为我这个人 怎么说呢 私益能力也不是太好 说白了 我也不想就去那种 陌生的地方 所以我跟他表达一个 这个意见 我说我其实呢 我是不想出去的 丈夫的分析 并没有动摇张丹 想要出国生活的决心 他的坚持让徐明感到绝望 情绪激动之下 2021年5月 徐明提出离婚 张丹同意了 其实也就是说 不想再争吵了 就是这种频率高了 就是所以说才会 说不想过了 怎么怎么样 一个人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样子 但其实内心嘛 也没有说谁会 就是谁真正地想过 说不过这个事情 也就是当时一个企划 说算了算了别过了 烦死了 就是这个意思嘛 能够感觉到女方的 想要外出 去国外去定居 其实是她的一个逃避方式 在调解员的调解下 徐明和张丹并没有离婚 但之后的几个月 日子过得 还是像原来一样 无法正常地交流 他们满心苦恼 两个人只好再次寻求帮助 婚姻确实一门学问 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成长过程 然后这次的话 也是我们请石老师 跟我们一起 参与到这个调解过程中 给他们做一对一的 包括对双方家庭关系的 调试的一些咨询 为了解决小两口的问题 婚姻调节委员会的郑刚主任 请来了心理咨询师 史金方 希望一同走入这个家庭 结婚也好几年了嘛 两个人看到什么问题 这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心里面的心结在哪里 你所希望解决的问题 有难一些 就挺冷漠的嘛 就吵架也从不哄啊 然后他就会自己先生一会儿气啊 然后他就觉得他永远没错啊 然后吵到凌晨一两点 然后我就觉得 我气得不行啊 然后他就可以呼呼大睡那种 他在床上睡着了 你当时在哪里 我在床上就气得睡不着啊 其实你也是跟他躺在一张床上的 对 但是实在躺不下去的那种到最后 就只能离开或者 基本上是离开 会把他打醒 有时候 然后打醒了 你会睡吗 不会 基本还是吵啊 然后他就走了 以前是他会走 后来他不走 然后就我走 心理咨询师试图从当事人 现实生活中的点滴 来了解他们存在的问题 之前看手机 我是一点解留的 看看就看看 我最不能接触的就是说 一边看还要一边询问我 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我生活作息良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家里的就拆在给你保管 那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觉得 你该做的都做了 对 是吧 那他真的是安全感的问题吗 如果你说是说安全感的问题的话 那你说我把钱都给你了 家里的所有经济都在你那里 甚至你说你要房子 我这房子购乎到你 你还吵 那我们来回头想一想 可能那不是个安全感的问题 不仅徐明不会爱地表达 调解员发现 两个人日常冷战次数太多 根本不是夫妻之间 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听到其实你们之前有吵架 你们才记得最后一次吵架 是什么时候的事 先生知道吗 最后一次吵架 可能就算是因为洗碗这个事情吧 日常两个人的分工是张丹做饭 徐明洗碗 可是徐明的拖沓 让张丹很不高兴 洗碗我说等一下洗 对吧 我说我先躺一会就洗一会 然后可能躺了半个多小时吧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问我怎么还没洗 我当时想跟他讲的意思是 想表达一下 就是以后吃完可以早一点洗 我就看了不是很舒服 当时也来气了你知道吧 我就说那洗几就好死了 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吗 后来他就生气说 那我烧饭我也不敢烧了 要把锅子去扔掉了 然后就把锅子就扔到门外去了 面对坐在沙发上的丈夫 张丹气不打一处来 把锅碗直接扔到了家门外 他可能表面上开始扔的是那个锅碗 其实是扔的是你 因为他是觉得那一刻 反正对你很生气 对你很失望 想把你赶出去 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赶你出去 因为那样的话 事情就搞到了 所以他其实是把锅碗扔出去 所以你看这里就有一个 伪装的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你们双方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爱人是有一个边界的 心理咨询是觉得 夫妻之间的问题 主要是由于双方 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 无法满足对方的需求 总好像是女方有一个需求 通过不断地掩饰 变形 伪装 来想引起这样的男方的这个注意 希望男方来关注到她的需求 可是男方没有看懂 没有看懂 所以就感觉这个女方就越来越生气 就你怎么都看不懂我 所以她就越来越桌 就越来越跳 然后后来就跳到离婚这个边缘这样子 心理咨询师史金芳明显感觉 夫妻两人心理的距离越来越远 她希望两人一起组建砂盘 做一次心理测试 选一些人代表你 代表你的先生 代表你的女儿 代表你家里人 然后把它在一个沙坛里呈现出来 这其实很有味道的一个游戏 这其实很有味道的一个游戏 我们马上就当成一个游戏 我们这个游戏里面会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离你最近的那个人 是和你关系最亲密的人 然后你看一看 谁离你最近 就是你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活在你自己的人生家庭里 然后你的自己的真正的家庭 是离得有点远的 我也不知道 是有点 因为它在这边上嘛 按理我们会说三个人的家 三口之家是放在一起 然后外围才是你的父母 还有他的父母 可是你现在在你的边上放着的 就是你的妈妈 其实你老公和你孩子 有没有都不影响大家的感觉 就立马可以看到 就是女方的身边是她的家人 她的父母 离得最近 但她的老公和孩子居然在最偏远的地方 就好像一个 一个她的核心圈子以外的一个过路人一样 这是怀孕的吗 对 那你孩子呢 在肚子里 孩子在肚子里 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什么你没有摆放你的孩子 而把孩子放在他的肚子里 这是找不到了吗 也不是 我觉得怀孕的时候关系比较好 通过沙盘摆放 史金方发现 徐明是心里有妻子的 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爱 而妻子张丹 却因为过去的伤害 一直没走出来 心里逐渐对丈夫失去期待 因此他把徐明排除在了 自己的核心圈之外 那如果说现在你们两个一起摆一次 一起摆一次 你们会觉得摆一个什么样的家 心里咨询是希望 他们能袒露自己的内心 摆放出一个心里期待的 家庭关系的样子 形成一个更好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憧憬也好 一个目标也好 让他们有信心 看到他们的家庭的未来 我们见过很多闹矛盾的夫妻 歇斯底里 生死历劫 甚至上演全五行的夫妻 也不在少数 而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张丹和徐明 却恰恰相反 张丹因为丈夫过去做错的事情 一直心里有结 而徐明却错误地以为 事情过去了 妻子就没事 于是当张丹希望丈夫 能有一个认错的态度 日常多点关怀和宠爱时 丈夫徐明却根本不懂 妻子的想法 反而觉得 不断冒出新点子的妻子 是没事找事 莫名其妙 于是 每一次都因为 鸡毛蒜皮的小事 最后演变成冷战 心理咨询师 希望通过沙盘游戏 让小夫妻俩明白 在未来的岁月里 他们是否还期待 一起生活 如果还想在一起 那么势必就要直面问题 做出努力 拉近关系 趁着双方都想 有让夫妻关系 变好的主观意愿 会因调节委员会的 正刚决定 组织一次调节 给双方搭建一个 说说心理化的平台 不知道你们两位 在这两天的沟通里面 包括与我们 包括你们各自 你们所有面临的问题 包括你们这个过程里面 累积的所有的情绪感受 你们现在在内心层面来讲 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今天在这里 其实也给两位 我们来创造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说 包括小张也好 小徐也好 你们各自去觉察 你们各自在这段婚姻当中 自己的立场里面 需求是什么 调节一开始 调节员直接指出 双方的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不懂对方 就是两个人 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一个可能不会表达 另一个可能不会听 按照这样的模式 他们就等于现在 这个陷阱里面 一直走不出来 为了拉近二人关系 史金方老师 希望他们面对面的 和对方建立良好的沟通 然后你们 我看对方的眼睛 就目视对方眼睛 我们看个三十秒钟 然后有两个词可以说 一个叫对不起 一个叫我爱 爱 我爱你 埋怨不满 在这一瞬 变成了爱 老婆以后 你有什么诉求 和我说 我会尽量 都跟你沟通 尽量满足你 你心里怎么想的也要 你要尽量和我说 不要有些话不跟我讲 我不太能猜脱你的意思 我跟你讲了 你别发脾气 不发脾气 也没白脸色 不能不讲话 好 这一刻 爱在两个人的心中流通起来 只有这样 面对未来婚姻中 大大小小的问题 他们才有基础 去共同解决 都说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不同的思维方式 常常会导致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 矛盾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 沟通 理解 包容 还有爱的表达方式 就格外重要 感谢心理咨询师和调解员 他们的努力 让这对夫妻懂得了沟通和表达的正确方式 希望他们能重新启航 找回最初的那份爱 据统计 2020年全年 长兴县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共参与离婚调解1987对 离婚劝核273对 劝核率为13.74% 为促进长兴群众的婚姻家庭稳定 发挥了积极不可或缺的作用 节目最后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婚姻生活里 学会爱自己 爱对方 掌握好爱的语言 把自己的小家能经营得 有滋有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